各位好 我要分享的题目是改变 当法利赛人质疑耶稣的门徒 不进食的时候 主耶稣讲了两个比喻 他说心布不能补在旧衣裳上 心酒也不能装在旧的皮带里 因为那样会失去心的 也会弄坏旧的 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 为救赎人类付出了死亡的代价 并且他从死里面复活 成全了天父的旨意 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所有旧的东西 都要拉来重新的审视 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 最大的不同就是 旧约是人靠着献祭与归罪 和好行为来换取神的怜悯 新约是人靠着基督的救赎 跟顺从圣灵的引导 来享受神的恩典 如果进到新约中的人 还想用禁食或者是遵守条例 来换取神的救恩 那就是等于新的布 就是神的恩典去补救的一赏 就是人遵循的律法 或是把新酒 就是圣灵的工作 灌入到旧皮带 就是旧人的心思当中去 换句话说呢 我们是不可能 靠着人自己的好行为 或是我们旧的生命思想观念 去过基督徒的新生活 基督徒如果想要过一个得胜 或者成功的生活 就应当把新酒 就是更新的思想 装入到新皮带 就是更新的行动中去 那也就是活出一个被圣灵 所充满的新生命 改变总是需要意志的决定 就好像我们信耶稣 我们也要做觉知信主 通常改变有四个层次 第一 一种知识的改变 好像只要我们愿意听就可以 我们听到福音以后 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和生活的主宰 这是知识的改变 第二 态度的改变 这就比较难 但是还可以 和再学习同意 虽然呢 我不明白圣经 但是我愿意开始学习 我参加聚会等等 那么 这个 也是一种改变 第三 行为的改变 这个难度就大了 因为你需要不断的去操练 好比呢 我要实践圣经中 做门徒的教训 那我就要去传福音 去关怀人 去跟从主耶稣 第四 就是组织的改变 这个不但是个人改变 还要周遭的环境 也得改变 好比说 我们要自己信主之后 要带领全家人的信主 那么这种改变 那你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帮助 好比每一周我们都进行家庭的崇拜等等 新约的圣徒是被神改变 也是自己愿意被改变的人 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 乃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 他的生命是一种不断被圣灵充满 不断被更新的生命 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都应当告诉自己 今天又是一个新的我的开始 而且我们愿意遵从主来过新的一天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 谢谢